C家美食侦探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C家美食侦探Yorick 大家好 我是侦探助理菲菲 歡迎收看今天的C家美食侦探 菲菲 你知道今天節目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有什麼特別的 是因為在彭里錄的嗎 也對啦 但是你知道今天為什麼 我們不出去外面尋找美食而在彭里錄影嗎 就是為什麼 快點告訴我 嘿嘿 我不告訴你 但是考你的問題 你知道C家美食侦從第一集到現在總共播了多少集嗎 這個 1 2 3 4 應該有12集了吧 沒錯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我們這集的C家美食侦探馬上就要結束了 啊 想當初我拍第一集的時候 還是個小帥哥呢 你看看現在我胖了多少 導播 來個before跟after 別鬧了 雖然胖了點啊 但是還好吧 拍了這麼多期的C家美食侦探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家 哇 這個很難回答欸 如果單純以個人口味來說的話 我選上島的黃地蟹 你知道我就在吃海鮮了 上島的阿拉斯加帝王旗一直讓我意猶未盡 誒 說到海鮮呢 那紅館的泰國進口皮革蝦也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他們家的皮革蝦我記得一直有四五包那麼大 對 那次也非常特別的經驗 啊 對 如果說到環境 位於PP的Asaka Sushi & Grill 哇 那個環境的無人能比 看那個海景 坐在那邊享用美食 本身也是一種享受 可惜你也不帶我去 等一下要錄完我們去吃好不好 那還差不多 那哪一次的錄影讓你印象最深刻啊 嗯 應該是Call Me Buffet那次 為什麼呢 我記得那一次的拍攝啊 大廚現場給我們解剖一隻150磅的突拿魚 哇 你知道150磅乾有多重嗎 誒 佩佩 你多重嗎 這個女生的重量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秘密不要為你這樣說 好的 那大概就兩個你那麼重吧 哇 這麼大的突拿魚 我真是沒有見過 是 那是我這輩子看過最大的突拿魚 我記得當時餐廳有好多客人為觀 小孩子都好興奮 誒 那現場解剖的這個突拿魚 會不會吃起來特別的新鮮 特別美味啊 那還用說嗎 超級鮮美 每天客人都是滿滿的呢 哇 誒 那你出去拍了這麼多期的節目了 那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人認出你 然後免費請你吃打餐呢 嘿嘿 那還用說 偵探我在洛杉磯可是小小名氣的 有一次我們去拍攝特別任務 中美美食交流協會 可是不得觀眾朋友過來 跟我要簽名跟合照呢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幹嘛要騙你 在那次美食節上 我還遇到來自很多中美兩國的美食大師們呢 啊 對 對 我記得那集是有非常精美的 分子料理和手藝高超的拉麵秀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哈哈 可惜你還是不在 果粉 你知道嗎 雖然我沒有去 可是我每一集都有在看哦 到底完了呢 那我考考你 哪一集 哪一家餐廳 可以吃到香港最地道的廟街大碗麵呢 啊 這裡可難不倒我 那就是我們C家美食偵探的第一集 蝦鱗技 他家的亭仔粥呢 也是非常多人喜歡的 周底非常的綿滑 而且入口即化 哇 看來你真的非常了解 那當然咯 我看完可是立馬去吃的呢 那你知道要吃最健康的美食 要去哪一家餐廳嗎 那當然是要去清新有機飲食莊園了 所有的食材全是天然organic 而且呢 餐廳所有的菜譜都是由營養師啦 中醫師和西醫師提供食物的真諜 研發而成的 所以又美味又健康 沒錯 其實我最愛的餐廳還有一家 哪一家 麒麟聖宴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是咖啡 所以可以吃到飽對不對 哈哈 你太了解我了 對一個吃貨來說 有什麼可以比吃美食吃到飽還要幸福的呢 更何況 還有一家店名你知道嗎 我記得它的菜名都非常的特別 那是哪一家 紅鳳飛舞 對對對 那是哪一家 香港食為天 對 就是香港食為天 我真的好喜歡他家的滋補湯 看完節目我立馬去喝了呢 你知道嗎 這個滋補湯對女生特別的好 走吧 走吧 我們到每一家再去一次 對啊 那我們今天就從阿薩卡開始吧 OK Let's g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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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燒海鮮特加大口碑 坐在車 阿蝦丟我們去 然後就停在那裡 3 2 1 我是不是真的變胖了 變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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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麼還在吃啊 哎呀哎呀 對 就讓我特別想念我的助詞 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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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助理 第五次NG的 快點 等一下 3 2 哇聽起來超好吃 趕緊讓我們吃吃一下 幹嘛啊 大哥大哥大哥